户外美食 这一大早的整个这处啊 要人胃口啊 不咋地啊 你这行为呀 那二回也没办法呀 二回那个直播就是户外美食啊 我必须在早上播呀 这个点播呀 是不是 不是我馋老铁们来了啊 可不是我馋的啊 因为二回那个 这个这个直播啊 就这个这个这个 哎呀 嗯 小干啊 土豆啊 这也得红油啊 那么 太棒 欢迎五季而生啊 二回是啊瑜伽房 这年高一家我们死的 哎呀 五季而生啊 你咱们知道 你吸了我嘻嘻啊 你是 行为和我 小胖哥你来了 来吧 你来不 你来不来 刚吃啥啊 还烙的葱花饼啊 葱花饼啊 你尝不尝 你尝不尝 那边 这个高葵 香呵 放我猪嘻啊 哦 indem 我拥 accelerator 猪蛻啊 bei miner 很多油 customers 和我这里 我里看到 我是不是 地面 好吧,在上海的以前城市啊,你是发现还有牌面啊,是不是老铁啊 小花多人来不来?那一天呢,你这吃啥呀?小鸡炖土豆啊,小鸡炖土豆啊,来块鸡油,这个还有蛋呢 看吧,这小鸡炖土豆啊,哎呦我的天呐,感谢老鸡,这是鸡脖的,哎呦我的天呐,满嘴满嘴流油啊 我这二回一天呢,我这啥样了啊,老铁门啊,我这啥样了 自己做呗,自己买个小鸡做呗 然后啊,大门,大前门,那个法拉利啊,你会开吗?哎呦妈呀 我连摸都没摸,我还会开不会开 这给我开,我也能够饶,但是开的好坏来说呗,是不是 嗯,我就爱吃这个里面的土豆啊,小鸡肉我都不爱吃 嗯,太棒啊 来块肉啊,来块鸡肉啊,这个鸡肉啊,炖的还可以啊 啊,吃不到,想吃不到啊,是不是啊,自己炖的啊 冲锅啊,没厨房啊,其实是公寓,不让烧菜,更没有大骨了,哎呦妈 有车吗?冲锅啊,在上海有车吗? 冲锅啊,在上海有车吗? 没车就废了 我说啥意思,有车的话啊,有车的话买一个小炉的这么高 我买个小锅啊,买个大大的小锅啊,我还是整点,整点那个柴火 是不是,就是逛个小锅也行啊,搞车后备箱 拉到农村去,拉到农村去,找个干净的地方啊,给,给那个,上那家做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